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助人为乐,雷锋的故事还历历在目,生活中也有不少的人喜欢做好事做善事,遇到被人有困难的时候,本着能帮一个是一个的想法,他们帮助了不少的人,就连近期让全球陷入危机的疫情,也有不少的人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别人,善待别人的,但是生活中也有不少生米恩斗米仇的事情,有不少人在接受了别人的帮助之后,反而认为是理所应该的, 所以当你准备为别人伸出援助之手时,先看清对方到底值不值得你去帮 真正有眼力的人,从不给这四个人帮忙,容易好心没好抱 听国学故事,知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订阅一记说 言而无信的小人 曾国藩说,小人专望人恩,恩过不敢,君子不受人恩,受则难忘 小人专门渴望他人恩惠,但接受完恩惠后,不懂得感恩,甚至望得一干二净,君子则不同,不轻易接受他人恩惠,一旦接受了,便永世难忘 这类人就属于摇摆不定的墙头草,也可以是指四次跳槽的求职者,坐这山,看那山,总是在建议思迁,唯利是图 因为不够坚持,人品不够笃定,所以他们往往混得落魄不堪,小人缺乏信任的基础,信任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关系的基石 当一个人反复失信于他人时,其他人对他的信任就会受到影响 如果我们无视对方的失信行为,继续给予帮助,那么我们可能会被他们滥用 我们的善良可能会被误解为软弱和容忍,而真正的善良应该包含明辨是非和维护原则的一面 小人的行为会对我们的利益产生负面影响,当我们帮助一个不守信用的人时 很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一个被动局面 他们可能会利用我们的善良来获得利益,一旦达到目的,就可能忽视我们的需求和权益 与此同时,我们可能会损失与其他诚实守信的人建立的良好关系 因为我们的信誉也会因与言而无信的小人的联系而受到质疑 与言而无信的小人打交道,可能会耗费我们很多时间和精力 这些人往往善于说一些动听的话,表达出对我们的需求和利益的关心 但实际上并不打算履行承诺,与其浪费时间去猜测他们是否会履行诺言 不如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与值得信任的人建立更为深入和有意义的联系上 自卑狭隘的人 帮助心胸宽广的人会收获对方的感激 但帮助一个自卑狭隘的人可能收获的就是对方的嫉妒甚至恨意 自卑狭隘的人往往有一个共同点 见不得别人过得比自己好 而当这个过得比自己好的人帮了他一把时 他可能会产生自尊防御的机制 别人越帮,他越觉得别人是在炫耀 从而滋生出无数的负面情绪 东野归吾的恶意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日高跟爷爷口是学生时代的朋友 两个人都怀着作家梦 成年之后日高率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成为受人尊敬的作家 而爷爷口却一直郁郁不得志 日高为了帮助爷爷口实现理想 为他引荐了一份儿童文学方面的工作 在生活中更是处处帮助爷爷口 哪怕爷爷口曾经在学生时期 跟其他人一起欺凌过日高 日高也选择了不计前嫌 但爷爷口回报了日高什么呢 他谋杀了日高 并且试图抹杀日高之前的一切荣誉和努力 将他所有的成就据为己有 只因为他嫉妒 而这嫉妒使他内心的恶意无限膨胀 自卑狭隘的人 常常对帮助和支持表现出抵触态度 由于他们内心的消极情绪和刻板思维 他们可能会对外界的帮助 持怀疑和拒绝的态度 即使我们倾尽全力提供帮助 他们也可能不接受 或无法真正从中受益 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努力可能会白费 同时也可能导致 我们自己感到挫折和无助 当我们频繁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和面对挑战时 他们可能会养成依赖他人的习惯 而不去主动寻找解决办法 长期下来 这种依赖关系 可能会成为互相打鼓排斥的循环 他们越依赖我们 我们则负担越重 最终可能导致我们疲惫不堪 与他们交往 可能使我们感受到压力 沮丧甚至愤怒 因为他们经常抱怨 埋怨和情绪低落 这种负面情绪的传染性 可能对我们的心理健康 产生不良影响 我们应该保护自己的情绪 和精神健康 与积极乐观的人建立联系 以获得更多的正能量和支持 辜负过我们的人 生活中总有这样的人 他们很在乎别人的想法和看法 共情能力很强 总是希望自己的 可以面面俱到地 做到在意别人的感受 他们很多时候都在受委屈 但是他们也很难开口说 自己受了委屈 久而久之 人们就觉得他们的付出 都是理所应当的了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 不需要太面面俱到 有时候 即便是当一个老实人 或者说一个好人 也可以有自己的脾气 对于那些不在乎 我们感受的人 辜负了我们的人 实在是没有任何必要 再去帮助他们了 因为有时候辜负我们的人 是我们曾经信任的对象 他们在接受了帮助之后 反而会在背后伤害我们 让我们得不偿失 孔子就说过 以德报怨 何以报德 以德报德 以之报之 有时候 他们不但在我们 遇到困难的时候 不会伸出援手 反而会落井下石 如果我们还要继续 帮助他们的话 无异于在引火烧身 久而久之 自己的福气 也就会离我们远去了 而帮助辜负过我们的人 可能会让我们 陷入被动的局面 当我们对那些 曾伤害过我们的人 伸出援手时 我们很容易陷入 一个被动的角色 他们可能会利用 我们的善良和宽容 重复他们的错误行为 并对我们的利益 产生负面影响 使我们再次受伤害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仅浪费了 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还可能再次遭受伤害 他们可能会将 我们的善意和支持 视为软弱和容忍 进而继续对我们展示出 不尊重和不诚实的行为 他们可能会错误地认为 我们会无条件地 为他们提供帮助 并在他们再次伤害 我们是不会有任何后果 这会导致我们的辛苦努力 和善意白白浪费 同时也让他们更加毫无回忆 与这样的人打交道 可能会唤起 我们过去被伤害的记忆和情绪 让我们重新体验到 痛苦和伤心 长期与这样的人接触 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压力 并阻碍我们自己的成长和发展 我们应该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 避免过度投入到 与辜负过我们的人的关系中 所以说 我们应该明智地对待 与其打交道的决策 考虑自身利益和心理健康 要保护自己 免受进一步伤害 保持自己的尊严和内心平衡 与其浪费时间和精力去助人 反而对自己造成损害 不如把他们用于 与那些真正值得信任 支持和帮助的人 建立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 处处想利用我们的人 有些人可能会利用你的善良 来谋取个人利益 他们可能会以各种借口 向你借钱 借物 或者请求其他帮助 但在事后却没有履行承诺 或者退还 在帮助他们之前 一定要审慎考虑 避免被他人的虚情假意所蒙蔽 不少的年轻人 可能在工作中 就会遇到这样的人 一些先进公司的老前辈 上司 找借口要新人去帮忙的 这时候设施卫生的年轻人 比较热血和天真 把别人想得也比较简单 他们就会答应 这些前辈和上司的要求 去帮助他们 但是又一次就会有很多人 不少的年轻人经常抱怨 公司的前辈总喜欢将他们的事情 交给自己来办 而且做不好 还要被他们打小报告的 刚刚工作半年的小李 就有这方面的困扰 公司的同部门的一个年纪 稍长的姐姐 就喜欢将自己的事情 交给小李来做 先开始的时候 这个姐姐只是说 找小李帮忙一下 但是三番五次下来 这个姐姐就理所当然的 将自己的一部分工作 交给小李去做 并且做得不好还会 挑刺 遇到领导表扬的时候 这个姐姐就立刻去邀功 将小李撇下了 这样对于小李的利用 让小李非常的失望和伤心 小李随后拒绝了 继续帮助这个姐姐 然而等待她的 竟然是这个姐姐的抱怨和指责 这样利用我们的人 我们应该尽早地拒绝 他们的要求 因为在帮助这些人的过程中 我们的正能量会渐渐消失 浮起流失 老祖宗有句话说得得好 可以不识字 不可不识人 人生在世 处处都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 人与人之间 也应该抱着相互帮助的善意 但也要懂得亲闲远命 提防小人 将好心与善心 留给那些真正值得 我们为之付出的人身上 否则只会好心 得不到好报 找了坏人的道 感谢您阅读 赞赏与分享本文 感恩您点点订阅 如果你对此文有何看法或建议 请积极参与留言 与大家一起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